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用東西 前面一段叫做反應速率 就是反應的快慢 一個化學反應的快慢 叫做反應速率 這當然可以去做計算 通常是利用一段時間 比如說一分鐘或五分鐘之內 你的反應物的消耗量 消耗掉多少 或者生成物的生成量 生成到多少 來去算 它的反應有多快或多慢 不過我們國中 基本上是不設任何形式的計算 我們不會實際去算 這個反應到底有多快 或者是多慢 我們只要觀察 看得出來反應快 或者是反應慢就好了 那我們就觀察一些容易觀察的現象 比如說它有顏色變化 看顏色變化快慢 比如說它有泡泡生成 看它的氣泡生成快慢 或者它有沉澱生成 看它沉澱是能夠快慢 所以請你把這個背下來 砰泡生成的快慢 來知道誰的反應快或反應慢 所以國中不牽涉任何形式的計算 我們只觀察 找到一個容易觀察項目 來看誰的反應會比較快 使得反應會比較慢 基本上會影響到東西反應快的因素 我們可以用碰撞學說來解釋 什麼叫做碰撞學說 碰撞學說說 這兩個玩意兒 如果要能夠發生化學變化 必須它們要碰在一起 而且是有效的碰在一起 反應物之間必須要是碰撞 而且是有效碰撞 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如果沒有碰撞 或者碰撞無效 那就不會發生變化 當然如果這兩個本來就是不會作用 表示整個碰都是無效的 整個都是無效的 因此如果你左邊放一桶氫氣 右邊放一桶氧氣 各自分開 它們一輩子也不會變成水 因為它們根本就碰不到一起 所以不會有所謂的有效碰撞 但如果你要把氫氣跟氧氣 倒在同一缸裡面 同一個桶子裡面 但是沒有點火 是適合的狀況之下 它也幾乎不會變成水 因為這個時候 它們雖然會碰在一起 但碰撞是無效的 為什麼無效 當我提到它跟能量有關係 它碰撞的能量是不足的 不足的 所以所謂的碰撞學說的意思就是 物質之間要能夠發生化學變化 必須要有有效碰撞才可以 要有效碰撞才可以 所以基本上有效碰撞頻率越高 它的產生的化學反應就會越快 那什麼樣的條件才會是有效的呢 會跟兩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是能量 第二個是碰撞的位置或碰撞的角度 我們國中基本上不學碰撞的位置或角度的問題 基本上不學這個 這個你們在生物學過的酵素啊 沒啊 一種酵素只對一種東西有作用 就是因為一些位置形狀的關係 要剛好能夠合在一起才會作用 但是這個我們不提 我們國中生基本上只講到能量 碰得要夠大力 壯的要夠凶 它才會產生化學變化 能化來變化 好 我們基本上只提到能量的問題 粒子碰撞 以粒子觀點來看 分子必須先發生碰撞 而且具備足夠的能量 才會發生反應哦 例如 一氧化氮分子 與臭氧分子 一 兩分子接近 二 互相碰撞 三 原子重新排列組合 產生二氧化氮分子 與氧分子 但是有時候 如果碰撞的方向不對 也不會發生反應 碰撞時 兩個氧原子接觸 不發生反應 一氧化氮與臭氧 各自分開 好就是剛才講說 它會跟碰撞的位置有關 你聽過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們國中 不太討論這件事情 重點是碰撞的能量要夠 撞得要夠大力 它才會是一個有效碰撞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可以影響到有效碰撞的頻率 多寡 你就會影響到它的反應的快慢 沒有碰撞 沒有有效碰撞 就沒有化學反應發生 有效碰撞頻率越高 化學反應的速率就會越快 那什麼因素 會影響到 我有效碰撞的頻率 多寡呢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 本性 接觸面積 濃度 壓力 溫度 跟催化劑 這些就是我後面 要一個一個跟你講 他們如何影響到反應的快慢 面積怎麼影響 面積怎麼影響 濃度怎麼影響 溫度怎麼影響 就是後面要介紹的 那目前為止 你所學習到的重點就是 我們用 一些容易觀察的現象來判斷 誰的反應快 誰的反應慢 反應的快慢的因素 決定於有效碰撞頻率的高低 必須要有有效碰撞 才會有化學反應發生 那麼 當然 而碰撞是否有效 跟碰撞的位置有關係 大家也跟碰撞的能量有關係 而我們這邊所講的 本性 面積 濃度 壓力 溫度 跟催化劑 都會影響到我的碰撞是否有效 所以就影響到我們的反應快慢 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的內容 OK嗎 OK 很好